來各位,歡迎來到每年的一個買到壯到時間 這個東西進入是0CP值 純粹就是要靠後續這位騎士在劇情上的一個造化 就是我們轉學生專用的一個腰帶 由於這次轉學生他是使用健行做的武裝 他本身其實是有配個腰帶 主要是因為他這個腰帶的配色 跟他本身皮套相性太好了 然後就加上他這個紋理 黑白然後自己專屬的顏色這樣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不仔細看 再加上劇中,我印象中應該是沒有特寫啦 不然就是我可能稍微忘記了 就是說真的是太太太像 所以根本沒有人記得有這套東西 因此呢,這個東西 個人覺得偏向有一點買到壯到 我會買這個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想要收集就是DX版本卡片 因為呢,這次卡片 如果假如你們想要收集真正的大全套的話 結果他們的編號是不一樣的 跟大家說明一下 既然都發售 我們還是幫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上面的話就有這張直升界閃卡 其實還蠻厚的 然後再來是常見的腰帶 背扣 好,那我整理一下 來各位,這就是這次全部人的任務吧 你會有一個背扣 這背扣是新規的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一個 就是通用的腰帶 你沒懂 那卡片部分我們就先講 畢竟卡片部分就是跟上次一樣 你購買這個 包含裡面會有一個直升機 閃卡就是帥 有沒有 跟劇中一模一樣 然後畢竟他附帶一張 Gorya先生 也不是他拿的 但是他就是附在這包裡面 所以呢,基本上你買 就可以附著這兩張卡片 然後呢,你們以為這張卡片是搭配嗎 不是,好不好 所以呢,基本上這兩張 就是沒有辦法互相搭在一起 但是都是閃卡真的是很讚 基本上我們先看通用部分 就是腰帶部分 腰帶部分就是採用就是射擊昇華器啊 還有等等 Saber那一代就大量使用這個腰帶啊 所以這個腰帶基本上大家都很常見 背扣部分的話 基本上也是採用跟我們的卡卡頭一樣的 他們這一代的一個專屬背扣 我覺得這一代很不錯好不好 你們要知道前幾代就用背扣啊 都是瘋狂沿用 至少沿用了三到四年 好不容易出了新的背扣啊 然後變成這次的背扣啊 基本上還有帶一些亮粉 我覺得真的還蠻漂亮的 還不錯 還不錯 這個的話就是我們這個 轉學生專用的一個腰帶本體的部分 其實基本上就是單純的收納器啊 只是有一所以 我覺得他們這次的收納器其實設計還不錯 前面這邊畫的 基本上可以看到大量的板手跟螺絲起 跟螺絲這樣子啊 所以就是它本身一個設計風格 再加一些自己專手的顏色這樣子 整體就是一個蠻機械化的一個道具 因為這次在騎士言論出來可以算是人造騎士 然後除了之後 上下這邊還有一些銀色的塗裝 去做出一些更真實系的感覺 但是整體就是 因為它本身並沒有上消光嘛 我覺得它上個消光可能會很漂亮 整體因為沒上消光 所以整體就是看起來比較瘦嘎感重一點 但是沒辦法好不好 這就是DX的短板地方 側邊畫完全都是一個塑膠黑 這樣子好不好 完全是塑膠黑 但是有一說一啊 我個人覺得他們這次 終於人性化了一點好不好 這就算是一大突破啊 就是說呢 它這個卡扣啊 終於是給我有帶一些就是 類似那種回彈的機制啊 而不但是那種超硬的硬件 就是你一裝腰帶 萬一你忘記把它擴上去 或是方向反了 你就要重新弄掉 這次有加這個真的超棒的 考慮到這個腰帶裡面 只有賣這個東西啊 所以他們可能有點過意不去啊 因此有沒有追加這個我個人覺得 所以還不錯啦 甚至如果你買兩塊 其實你可以把它變成那種 側掛型的一個結構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你以為後面這個比較驚訝嗎 沒有好不好 它前面這邊啊 你這邊有個按鈕 它的卡盒是可以直接展開的 所以當你在使用時刻按壓 然後呢 抽卡 蓋起來這樣子啊 可是在劇動武器好像沒有 特別特別給它一個很明顯的特寫 所以呢 基本上這個算是產品比較驚訝的一個地方 其實正常來說 我會覺得這種東西 卡面雷達可能比較難實現 因為以往都是自己手推啊 或是卡點這樣子 可是這些產用回彈機制 我個人覺得有算是突破了 所以整體用我覺得還不錯 好不好 然後呢 它這裡面的話 就讓它空間蠻大的 而且重點是 如果你們仔細看啊 其實它這裡面是有做出紋理線條 可是我這邊好像有點太亮 看不太到 去零摩車類似那種卡片 一個一個的結構啊 所以整體我覺得還算是 可圈可點啦 還行還行 以一個DX商品來講的話 它這邊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放我們的卡片好不好 畢竟你腰帶是這樣試人嘛 所以你卡片是要這樣放進去 蓋起來 我跟大家講一下 是放這一槽 不是放這一槽 它會壓進去啊 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是放外面這一槽 然後呢 我們上來組裝一下這條腰帶給大家看一下 LR就算是屬於在對邊的部分 因為平常我們都是這樣穿過去嘛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 將這兩側 給扣起來 因為畢竟這邊只有兩個點而已啊 主要調節在這裡 所以這是要放在後面的 然後再來就交到背扣的部分 再來就是說 前面這邊卡上去 完美 這樣子的話 就是我們轉學生專用的一個腰帶 還不錯還不錯還不錯 其實整體煮完之後 我覺得還算是好看啦 雖然整體有點騙人就是說 我還是希望它可以加一些台詞 微音效之類 可是因為有件事它是屬於首發商 剛開播沒幾周發售的東西 所以呢 基本上你想要的東西 一概都是沒有 如果未來有能力的話 我個人覺得這個東西 是可以幫它加入一些音效 讓它看起來更酷炫一點 畢竟它裡面的空間其實蠻大 犧牲掉卡片的話 畢竟這個東西拿出來嘛 那我們就用這個來進行一個 偏信 稍微玩一下 看它感覺大概怎樣 開啟 劇獄コプター 劇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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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我們就變勝完畢了 終究來講 就是多一個環節 就是多一個抽卡 其實整天我覺得還不錯 蠻期待未來可以再給那些卡片 再多一點特效 可能玩起來會比較優越一點 畢竟這樣才是我們這位其實真正的完全體 不愧是萬代啊 只要是能做成腰帶的東西 一刻都不能放過 還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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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直升機閃卡就是帥 所以呢 整體的完全就是 跟我們之前測試集市差不多好不好 但是我快想一個點 我們是不是沒有測試過 其他類型的卡片對不對 我們一直只有講交通交通 啊其他類型卡片蒙通完全沒測 因此呢 我準備了一大疊 這邊要共計12張啊 基本上裡面有傳說騎士啊 還有很像交通工具的傳說騎士 還有一些等等各職業類別的卡片 我們稍微測試看看好不好 這樣子 就要完美放進去啦 是完全沒問題的 蓋起來 這樣子最後有個完美的收納 所以呢 我們今天稍微測試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就隨機抽吧 第一張位不知道是什麼 剛剛的叫狗粒阿先生 就要它的類別的話是屬於動物 哇 它讀進去 讀不到狗粒阿先生 而是讀 animal 這樣子耶 節奏整體比較急促一點 噢 它直接就是讀取必殺技耶 事實到說 只要非載具類型的卡片 是沒辦法進行一個變身 一刷就直接變必殺技 我個人覺得整體也蠻類似於 就是進化凶器的風格 可以刷得到 但是沒有辦法進行變身這樣子 噢 原來是這樣喔 完了 那今天的話 應該你會聽到非常多種必殺技 我們的螞蟻好不好 一樣讀書上對應的一個類型卡片 我覺得有點可惜耶 算是時候它會直接進入必殺技 讀出來本身有什麼類別卡片 但是呢 必殺技沒有特化好不好 我個人覺得這個有點不應該啊 小小可惜小可惜 燙金卡在那邊放得這麼帥 噢 我們的摔角手 職業類別的 有沒有 就算是job 嗯 對 完全一樣 基本上它只能刷出它的類別 然後直接跳必殺技這樣 想不到我們的智能手機啊 OK 一樣是進入我們的必殺技 X系列啊 對 我們還有三張X耶 剛好這樣的話可以測試一下 其他X在這邊會長怎樣 哇 一樣只能賭出類別而已 哇 好可惜喔 只能賭出類別 沒辦法賭出它是EX甲蟲這樣子啊 啊 那這樣的話 對 那我們的X Vissart應該也是 有嗎 OK 這樣子的話我們大致上就可以了解到 就是它這個大概運作的原理啊 除了交通類型的卡片之外呢 其餘類型就只能讀到類型 然後變成直接進入必殺技這樣子啊 所以到時候劇中裡面可能只有臨時應用這樣子 Legend Rider 系列啊 我很好奇 這個是我們的FICE 蛤 他真的讀了Kamen Rider啊 我也這邊誇張 至少可以讀出Kamen Rider的FICE 結果他就Kamen Rider 那如果戰隊勒 Super Sentai OK 好 也是蠻通用的 我忘記他沒有Super Sentai 這個通用的練法 只有我們想不到的沒有萬代做不到的 那如果電王咧 這個應該可以說是最像交通工具的一張了吧 OK 沒希望了 基本上 Bildo 畢竟他做坦克車 Bildo 畢竟他 Bildo 畢竟他 有沒有一樣 這樣子的話 希望破碎 好各位今天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將這個腰帶給測試完畢好不好 這個版應該是要提早出來 但是我發想想 不先出武器先出又要感覺怪怪的 所以我還是把這個往後延 剛好可以連同這一次 所以我幫他測一下 就是其他類型的卡片在這上面又發動的事情 我們可以驗證的點是 它完全沒有辦法變身 就算是傳說騎士 交通工具類型也沒辦法 像電網 除了交通工具卡片之外 那一到十 其餘的通通都沒有好不好 因此我們只能稍微騎一下 日後大概會怎麼處理吧 小客氣消息 雖然說這次有10的 讀取功能很炫是真的啦 但是整體的擴張性比較低一些 所以這次二騎 我更覺得有可能會換武器吧 但是也有可能是出四五六騎啦 二騎又不管它啦 好啦所以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神秘的轉型 腰帶的一關的開箱 總共獎 這個彈力系統還是可以接受的啦 好所以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影片 留下我的情報 在明明下下見 bye